在这个通膨罩顶的时候 每个人都感觉要生存下来 必须要节衣缩食 世界上各地方感受一致 都得勒紧裤带过日子 线上银龙头Netflix 十年来第一次订阅人数下滑 因为老百姓开源节流 要砍就先砍掉订阅串流省钱 现在预计7月份之前 Netflix还会流失200万的用户 非必要的社交也让人非常有感 花费越少越好 在英国的婚礼明显变得精打细算 不止婚纱的预算缩小 婚礼规模也考虑精简 万物起长 让英国民众连终身大事也精打细算 这场英国最大的国际婚礼展 刚在伦敦落幕 经过两年多的疫情洗礼 新的趋势纷纷冒出 像是更偏好大自然的户外婚礼 如今生活渐渐恢复正常 当事人并不急着走红毯 根据调查 光是2021年在英国办婚礼的平均花费 就比前一年大增九成 使得不少人宁愿延后举办 就连规模也跟着精简 省钱度日 更多人则是从原本感到不痛不痒的 休闲娱乐下手 根据誓言机构凯度统计 英国人今年共取消了 一百五十万个串流影音平台的订阅服务 身为串流影音龙头的Netflix 第一季流失了二十万名付费用户 是他们十年来首次的订阅人数下滑 预计七月之前还会大幅流失200万名用户 在美国最新一份研究显示 目前有35%的美国人为了开源截流 已经取消了按月付费 其余36%的人则还在考虑 专家表示在这当中 仅追在Netflix后头的Disney Plus 不仅追得失利 甚至还在摸索观众真正想看的内容 除了竞争更激烈 还包括串流热潮退烧 通膜飙升 以及年轻世代的消费模式改变 该如何抓住大宗年轻族群的口味 不止各大串流媒体持续摸索 美国投资龙头富达 也把触角升进了元宇宙 他们不仅推出自家的元宇宙ETF 还在元宇宙平台打造这栋 虚拟的八层楼建筑 为的是要把到此一游 18到35岁的年轻访客 改造成投资人 同样进军数位领域的 还有埃及这对夫妻 他们打造的手机APP 成功解决了恼人的食品价格暴涨 除了用户能以五折的金额 透过APP买到过剩却又新鲜的食物 顺势也让供应商和餐厅打广告赚取利润 就连慈善团体也能获取免费餐点的捐赠 疫后经济迅速变化 企业和消费者用创新来适应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你有没有返故 难熟 请在ao 我会遇到